这个是我从开了30年饭店大厨那里学来的酸辣猪皮炒白菜 炒之前一定要多蒸一锅米饭哦 猪皮我选择这种品质好的 用来炒菜喝着做猪皮酸辣汤都好吃 把它浸泡20分钟后用剪刀剪小块 然后冷水下锅把猪皮焯一下水去除烧味 今天的配件是白菜切小块备用 油热放入一把五花肉炒出豆乳油脂 放入姜、蒜、辣椒炒出香味 再放入白菜、猪皮 大火炒着断生 倒入屏幕上的调料翻炒均勻即可出锅 这样福建特色酸辣猪皮炒白菜就做好了 酸辣开胃 这道菜不要经常炒 我怕你三天吃一袋大米